隨著恢闊內地居民與香港、澳門團隊旅遊經營活動 本路2月6日迎來疫情以來首個內地旅行團 旅遊局同日組商在環琴口岸舉行越澳商向首發團歡迎儀式 當日共有六個內地旅行團合共135人底澳 包括兩個來自廣東省、三個來自上海市 還有一個來自遼寧省 均衛順澳遊 而首個底澳旅行團來自廣東省共27人 留澳兩天一夜 至於玩什麼呢 我們初步看一些行程 旅行社組織的行程 很多都是我們之前的澳門食柱油 本地有些行程精華抽出來 再重新組織過一些行程 包括例如世維 甚至是九澳聖母村 或者是路環 或者是生態油都有的 各種類型都有 現在目前我們收到到這個星期五 因為他們不需要太早報的 到這個星期五我們暫時收到15團 大概400多人 這次澳門的行程我覺得很新 有些景點甚至乎我旅遊達人都沒有去過 有一個叫做潭宮廟是路環的 這個景點是我沒有去過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有些推陳出生的新景點 讓我們的旅客可以感受 首個澳門旅行團共37人 也是同日早上出發橫琴 我們希望通過旅遊業各界的努力 將旅遊的品質服務提高品質 同時對旅遊的產品組合 進行有力的符合消費者的創新 令旅客來到澳門有賓至於歸的體驗 成為澳門的常客回頭客 請記得訂閱,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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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